这次特会的主题 英文字是Extravagant 中文我们把它翻作请尽所有 不但要继续往下走 而且带着全心全力 冲刺那种感觉你知道 就是好像完全要反着 我肉体的感觉 我灵里面的感觉 甚至于我的思想 我觉得神好像就讲说 Extravagant 你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就快要突破了 就快要突破了 黑暗就要看到黎明了 所以你看神对亚伯拉的呼召 神对摩西 包含像我们前几次讲到的雅各跟大卫 包含耶稣基督 甚至对于跟从祂的人 都是希望我们能够 撇下一切来跟随 我就觉得耶稣好像有个极深的渴望 让我们去经历到请尽所有 其实就是像祂一样 对阿爸父的心意 所以我对这次的特会 我有一个很深的期待 是阿爸天父 跟我们的主有一个极深的爱 要倾倒在我们的当中 是 好 让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样 有个全然的爱向着阿爸父 是一个请尽所有 一个爱的回忆 在Pure Conference之前 我们有一个内在生活的bookcamp 这样子我们可以很集中在短时间内 帮助所有的青年人 对内在生活不但是有一个了解 而且有一个实际的操练 我会邀请我们当中的牧者 手把手带着大家好好的操练内在生活 欢迎你们来 加拉太书第五章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我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割离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我在指着凡受割离的人 确实地说 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 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义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离 不受割离 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你们向来跑得好 有谁拦阻你们 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这样的劝导 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 一点面叫 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我在主里很信你们 必不怀别样的心 但搅扰你们的 无论是谁 必担当他的罪名 弟兄们 我若仍旧传歌里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就没有了 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 把自己割绝了 弟兄们 你们蒙昭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义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 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我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荡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争敬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艳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 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加拉太书第六章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 要互相担当 如此 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 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 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在道理上受教的 当把一切虚用的 供给施教的人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像使徒一家的人 更当这样 请看我亲手 写给你们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 凡稀徒外貌体面的人 都勉强你们受割离 无非是怕自己 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他们那些受割离的 连自己也不守律法 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离 不过要借着 你们的肉体夸口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 救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救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受割离 不受割离 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 做心造的人 凡照此理而行的 愿平安 怜悯 加给他们和神的 以色列民 从今以后 人都不要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 带着耶稣的印记 弟兄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藏在你们心里 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进到这个 迦太书的第五章 保罗讲到基督里的自由 探讨到什么是基督里的真实的自由 是基督叫我们得着自由 但是我们却不能在自由里面 我们就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难道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挟制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任意而为吗 不不不 我们得着神的爱的人 我们更需要 谨守谨醒 每天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这边有讲到说 就是爱人如己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让我们知道 全部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所以只要在爱里面所行的 就可以完全地律法 爱人如己是怎么样 就是有点像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对不对 自己不希望怎么样被人家对待 我们就不要这样子对待别人 我们怎么爱自己 我们也用同样方式去爱别人 你用什么神斗量给别人 别人用那个神斗来量给你 所以我们就是要学着在爱里面来心事 在爱里面来心事 在爱里面来彼此来服事 我们不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就不要这样对待别人 但是往往我们做的是相反的 我们对别人大吼大叫 但是希望别人不要对我们大吼大叫 我们对别人很多批评论断 但我们不希望别人对我们批评论断 所以往往做的是相反的 就没有在爱人入籍里面了 这个是我们要一直学习的 这一生要学的功课 就是爱神跟爱人 这方面我们要一直来成长 跟一直来学习 我相信圣灵会教导我们 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那讲到这个顺服圣灵的引导 就一定是会遇到就是圣灵跟情欲相争 这边讲到了 但是圣经上教导我们很清楚 我们如果顺着圣灵撒种的 就从圣灵里面收永生 顺着情欲撒种的 就从情欲里面收败坏 当然我们走的这一生的道路 是越来越坏 还是我们走的是一个永生的道路 一直到神的面前 很在乎就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的选择 这个选择是我们要负责任的 不能都推给 是神的问题 这个选择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 我怎么选择这条当走的道路 我是愿意走窄路进窄门呢 还是我喜欢走那个宽大的 大家都走了 还是我要走那个找找人少的那条路 是神要我们走的那条道路 牺牲 为了爱我们能够牺牲 为了爱我们能够奉献 为了爱我们能够舍己 为了爱我们能够 为我们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为他们祝福 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道路 但是却是圣灵要我们走的一条道路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一直蒙圣灵的引导 就不活在律法底下 我们是above律法 在律法之上 我们活的是超越律法的要求 因为律法只能给你最低的一个标准而已 你很可能你做的律法都是合格的 但是你是一个人家说一个人渣 你可以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你可以是一个渣男 你可以存全所有律法 但你可以是一个渣男 一个在生理眼中神不许悦的人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要完成律法 仅仅达标而已 不 我们要活超过律法 我们要活在神的爱里面 这个就是怎么样 用爱人如己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活出一个 从神那边的爱在我们里面 我们能够用这样的爱 爱我们自己 我们用这样的爱爱别人 那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结出圣灵的果子 这边圣灵的果子其实是一个 虽然讲很多 是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看起来很多样 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 看起来很多样 但是其实它那个是单数 圣灵的果子是单数 所以神渴望我们每样 我们都可以得着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不要说 我这一生绝对不可能有忍耐 我不可能有 这果子不会在我身上 不 你既然有生的灵在你身上 这就是属于你的产业 你就要勇敢的去得 产业都是要征战得来的 你要跟神要 大胆的跟神要 勇敢的跟神求 主我渴望有这样的生命 你的生命 你的信心在我的里面 主啊 让我有这个真实的爱 爱也是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忍耐 就是一个真实的爱 从神来的爱才有的 你要跟神求 主啊 你上头的爱要常常在我的里面 充满我 以致我可以活出 一个结出圣灵果子的一个生命来 所以你可以跟神求 如果你在节制上面 还没有长出圣灵的果子来 你可以跟神求 跟神要 你不要觉得你这一辈子 我都不可能有节制了 我就是没办法控制我自己 我的情欲就是乱长 高涨 神的灵在你里面 这个真正是很真实的 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 靠着那加给你力量 凡事都能行 是靠着主 不是靠你自己 你要一直来到神面前 神乐意来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 自卑在神面前 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主我自己不行 我不能靠我自己的力量 我绝对不能胜过试探 是主啊 你帮助我能够胜过试探 是主的灵在我里面 我依靠主 我一直来靠近神 我就有力量胜过 所以我只要一直待在 圣洁的环境里面 我一直待在神的同在当中 我自然这些挟制我的 那些或是想要攻击我这些 就没办法站在我身上了 当我一直靠近神 神的灵 神的同在 一直加深在我每天生活里面 自然而然的那些 挟制我们的手链跟脚靠 自然就会脱落了 所以一个跟随神的人 我们就要让神的灵 很真实的住在我们里面 其实就是住在基督里 我们要一直住在神的同在里面 你常常来靠近他 常常来亲近他 常常想到他 甚至你的手表 每一个小时 可以设一分钟 来等候他 来向他说话 这些都会帮助我们 我们的专注力 一直在神身上 就不会在这些肉体上 不会在外面的情欲上 不会在这些试探上面 而是我们的眼目 一直在他身上 祝福大家 我们都学习成为一个 在基督里 一个最自由的人 就是学习在他爱里面而行 学习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来行 学习一直来靠近他 亲近我们这位 爱我们的主 我相信神的灵 都住在我们身上 这些相信的人身上 住在我们的里面 神的灵是这么的真实 会帮助我们 结束这些圣灵的果子 一点一滴 我们都会 每一天 更多的丰盛在我们里面 更多的神的同在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会更多的经历 那个顺服神的喜乐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祝福大家 亲爱的BioRace 关注家人 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 希望我们的分享 能够丰富您的生命 如果觉得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时光 每一笔的奉献 都是支持我们 更坚定 制作好品质的影片 为神的国度效力 希望可以祝福 更多人的生命 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 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 感谢您观看与支持 每一份奉献 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愿上帝祝福您 不要忘记订阅 按赞留言 分享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